我有看我也謝謝單身廣泛問 龍介兄這些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不應該問他 所以我為什麼說為難他 就是說這個 現在國民黨黨主席是朱主席 是朱主席 國民黨當然指責兄我很抱歉 因為我最近聽到改革 我只聽到兩個人講 一個是馬英九 馬前總統說 這四大共同拜之後要改革跟團結 改革什麼馬英九都沒講 改革跟團結他就走了 那另外一個在更早之前 檢視傅崑崎 他們這個同舟計畫的時候 徐曉欣開了一個砲 徐曉欣說怎麼可以用 然後第二天就沒了 因為他就拿到手機 不是 那是手機 手機更早就沒了 那個時間序 他早就拿到手機了 我一直叫他還 他就不還 我就要還錢啊 那個單身廣改天 因為我現在碰不到徐曉欣了 你問他說你同舟計畫 你不是開砲什麼 他就開一砲就跑了 不是啦 我知道 他開完砲就送手機殼 真的假的啦 沒有啦 你不要亂講 這個就是說 我的一桌談改革也只有 我也只看到馬跟徐曉欣 講的要用對放 那我之前就是 單身廣之前跟謝龍介連線說 我有給他考試啦 因為紫德兄你有參加 中央委員的投票嗎 沒有耶 你不是中央委員嗎 我不是 這次中央委員 如果我講錯請紫德兄更正 你問啊 應選這個190 後補95 所以加起來是285 這是不是好驚人啊 已經減少了 之前更多對不對 這已經有縮水了 那285呢 所有參加中央委員選舉的 是230 所以你只要參加就當選了 要嘛是當選正式的中央委員 要嘛就是後補的 後補的 對 那我給謝龍介考試說 因為大家就開玩笑嘛 就在你的節目 你可以去吊帶著 我說你63名喔 你謝龍介這個戰力63名 那表示前面有62個中央委員 比你厲害 比謝龍介更欠缺的 中材啊 國民黨民進黨包起來 民進黨是我們四位的 你絕對沒有希望的啦 我們兩幹兄 排到63名你也好了 頭前還有62個戰將 這樣什麼黃偉哲 你也好了 都包包起來 放去選了啦 那不可能了啦 一句話不可能了 結束了 不要再討論這個 贏定啦 隨便選才22個縣市 我有60幾個人跟你選 你要跟我選什麼 對啊 那幾個都比謝龍介厲害喔 不得了 我撒豆成冰喔 江泰講啦 結果呢 結果你看前面62個 你認識幾個 都一些錢的 Google好多啊 都看不到這是誰啊 龍介兄當時在單政廣節目說 我不送禮我不換票 對 沒錯 那昨天你沒有問他 那誰送禮誰換票 忘了問 你說你不送禮不換票 我相信 不然他不會63名啦 其實我覺得他意思應該是 有人送禮有人換票嘛 那誰嘛 前面62個啦 你這樣講62個全部都中彈了 一定有 一定有人出外交嘛 像出外交 好 所以我有 羅列一下龍介兄說到 這個國民黨的改革啦 他說到說這個 欸 說到這兩位 不好意思 國民黨改革他說 結構性問題 我只同意這一點 結構性問題 我當黨主席也改不了 那這個也很奇怪 他說我們下次改革是 重回政權的時候 對對對 沒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你再不改革你永遠在野啦 你不會執政了啦 所以就等於是不用改革了 哇 你怎麼說這個 我是舅舍頓事 跟謝榮傑的交情不關 我舅舍頓你這個答案我是不接受的 什麼叫做等我重回執政 我再來改革 2008年馬英九是總統兼黨主席 那個不是 那時候不是重回執政嗎 陳水扁下台 你不是重回執政嗎 你國會過半啊 完全執政啊 你身在立法院 當時2008年是四分之三 86時啊 你要跟他怕死 你甚至可以修憲啊 86時耶 那時候為什麼沒改革呢 我們下次改革 等到那個 這個是牽托了啦 兩位不好意思 你還沒幫我勉強 你勉強說你勉強說這個 那你就不要再講改革了 因為其實 丹生管我是食言 因為我農曆春節前 我在我的節目我就講說 我不要再講國民黨 因為這個官方這很奇怪 這變成我一個外人 我一直叫國民黨改革 你們聊天室 有些網友一直罵我 說陳輝瑋你為什麼不改革 所以我要去減肥囉 還是我也去割雙眼皮 你不是叫我改革 我到底要改什麼 我做錯了什麼呢 我做錯了什麼 就我叫國民黨改革 觀眾朋友你應該是跟著我 一起督促國民黨改革才對 同意 你不跟著我走 你反過來你為什麼叫他改革 是我錯了嗎 國民黨那個吳柏雄 他們前一陣子不是那個 那個金國先生跟秘書不出一本書 有沒有 唯一錄 然後大家都在感態 包括蔡總統去那個 金國先生的園區 七海的園區 國民黨被李登輝搞成黑金以來 國民黨沒有改革過 所以你注意看開場 剛剛單身廣講的多自然 莫名其妙贏了 那單身廣講的 我在旁邊都鼓掌 莫名其妙贏了 這就莫名其妙贏了 2008年 馬英九 奪回政 馬英九有沒有改革 沒改革 他就是靠陳水扁很爛他就贏了 2018年寒了起來 韓國瑜有改革什麼 韓國瑜沒改革也贏了 就是靠蔡英文一力一休 胡搞下搞 然後他就贏了 他改革了什麼 所以李登輝黑金留下的遺毒 連戰也不敢碰 連李登輝離開了 連戰去台北賓館去治安 歷史會給李總統廢話 歷史也會給你評 歷史不會給誰評價嗎 只是評價大評價小而已 評價正評價富而已 對嘛 你們都不敢講 所以我必須講 那個剛剛單身廣提到那個韓流 我講一個點 讓大家一起思考 韓流 2018的韓流讓國民黨大勝嘛 對不對 可是2018的韓流 帶給國民黨的負面的效應是什麼 就是原來這樣就贏了 我們都不用改 我跟他的默契是不用套招 他都知道我在想什麼 真的 就贏啊 談什麼改革 你白痴就贏了 你白痴就贏了 你白痴就不贏了 改革改什麼就贏啊 就靠民進黨爛我就要贏啊 那就贏了 所以那一天我 就是韓國瑜來之前 我就拜託單上說 我說 那你敗選檢討了沒 你到底怎麼輸的 其實他是最有經驗的 你說這些參選人去問韓國瑜 你不要問他怎麼贏 問他怎麼輸的 你是怎麼輸的 我要注意什麼 他的贏是莫名其妙贏啊 你要問他你是輸在哪裡 你是為什麼輸 他也不檢討啊 所以我才會說一個在韓國瑜身邊的人 之前我跟他同台 我說啊這個敗選什麼什麼 韓國瑜要改什麼 他看得那麼自然 我有點猜 他勝負兵業黨就覺得很像不用改革輸 誰啊 誰這樣說 就是一個同業啦 我都覺得那就不要啦 所以單身廣因為我剛說我有死眼 就是因為我農曆春節以前 在我的廣播就說我賣了 為了拉下民進黨要啦 不是啦 單身廣因為我跟你講 講這個都是吃力不討好 那天我在前天啊 禮拜二 我說我們大家來給這個海董 就希望他一路好走 聊天室一對人罵我 我們會文區在健康說 當然也有幾個朋友 按那個旗幅上 嚇我一輪 那我不要啦 我也不要當好 我說真的 我也不要再叫國民黨改革了 這款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兩面不適人的事情我也不幹了 但是我很肯定的告訴大家 國民黨不改革 國民黨不會再贏了 這我同意 我就看你要怎麼輸啦 你是要輸大條還是輸小條 你不會贏了 那國民黨有沒有必要改革 因為很多朋友說 那民進黨要不要改革 是啊 他現在他都控制條 剛剛單身廣抵出關鍵說 在蔡總統現在的控制跟領導之下 民進黨是不用改革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黨政軍司法 他都抓條條 這個是陳水扁不如蔡英文的地方 他完全記取了陳水扁的教訓 沒錯 把所有東西都抓條 你根本連動都動不了 也沒有人敢動 也沒有人敢造反 剛剛單身廣抵出說 派你去選對會誰敢廢話 沒有人敢廢話 當然啦 每個台系被點到名的 謝祖隆恩 不要你來的你敢還扣 你就不要來 沒有點到名的想說 可不可以後補的時候瞧一下 你有看到黃偉哲在還扣嗎 他沒有被拉進去 他也沒講話 完全沒意見 所以你看這個 我講一句不討喜的 我說我不要再叫國民黨改革的 我說到我要做到 但是不討喜的事情也由我來 我想請問單身廣抵 我一個要做公益的人 我適合加入提名委員會嗎 不在其微不磨其震 這個話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是他講的 其實應該退出的人應該是 你應該比另外兩個更應該退出才對 可是他好像也沒有說他要加入啊 他還沒表態 還沒有宣布要退出 不是他還沒有對加入這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被加入 但他還沒有告訴你他要不要被加入 沒有 現在的說法是說是那一場 四個人合照那個餐會有沒有 口頭答應 但是這句話不是韓國瑜說我口頭答應 是國民黨表示 韓國瑜當時有口頭答應 對 是這樣說的 不然韓國瑜要講什麼 你不要在沖坑 吃飯就吃飯 吃飯就吃飯 客套話你當真 你滿好的 到今天韓國瑜還沒有出來 對這整件事情講過一句話 我跟你講那我要報個料 在這個 陳柏惟罷免是幾月幾號 10月23 10月23嘛 國民黨是923選黨主席嘛 所以黨主席選出來了嘛 然後選出來之後 大概在這一個月當中 某個禮拜 有一天就某人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我的好朋友要跟我講話 那我就跟這個人講了 講了電話 講了電話以後就說 哎呀 這個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就說陳柏惟 哪能處理掉 被罷免掉了 約吃飯 我們大家約吃飯 好好好 大家一起加油 陳柏惟被處理要多久了 你有沒有約我吃飯 你當時這樣子跟我客套 我還給你當真 韓國瑜跟你講說 好好好 大家一起加油 韓國瑜答應了 他答應了 那你後來我講出來說 是誰打電話給我 然後誰接過電話 然後跟我講說 這個罷免掉 這個陳柏惟以後 大家一起吃飯 吃多久 吃多久 不是僵你去當啦 但你是不是也這樣講 我也是當你是客套話啊 不然我給你當真 你媽好咧 感覺你那個答案好像 胡之欲出了 就誰講說韓國瑜答應我啦 那就是誰答應我也沒做到嘛 就是這樣嘛 繼續 你的結尾比較精彩 我的結尾比較精彩 你就讓我由你來聽說 讓我解釋到嘛 你怎麼捉到個人 聊天啊 我真的想要幹什麼 就當是天啊 說我 那就再報道 有一個人 甚麼人 sa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